第八 宿命之力 如果以神通来讲 宿命通 凡夫是有宿命通 而阿罗汉有宿命名 佛有宿命之力 这个后面会谈 就是说同样是知道宿命 凡夫的 二圣的跟佛 有一些差别 凡夫人 他只有通 通就前五通 天眼通 天耳通 宿命通 他心通 神出通 就缺一个漏进通 凡夫 他只有前五通 而生文人 他有通 也有名 比如说阿罗汉有三名 三名就是天眼明 知道未来 宿命明能够知道过去 另外有漏进明 就是现在能够漏进 佛也有通 也有明 也有力 就是宿命之力 以下来分别凡夫生文跟佛 这些通明力的差别 首先谈凡夫 凡夫只知道过去宿命 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所经历过 知道过去生是什么 可是呢 是什么因缘造了什么业 会产生这样的报 那凡夫不了解 不知业因缘相续 以事故凡夫人只有通没有明 而生文人 他能够知道业的因缘 知道极地 极地主要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烦恼 一个业 那凡夫只知道他的结果 但是不知道他的因是什么 他造了什么业 才受到这个果报 不知道业因缘 那生文人他知道极地 了解到祸 了解到业 了了知业因缘相续生 所以生文人有通 也有明 如果佛弟子开始凡夫的时候 也得先得宿命通 就是说他在得见到位之前 他可能先有得禅定 有得禅定 有宿命通 当他入见到的时候 见到他知道苦极灭道 对不对 当他正得第八五漏心 就是极类至的时候 那么他不是知道苦 知道极吗 当他到第八五漏心 他彻底断了极 这个时候通变为明 就是他彻底知道这个业因缘 通变为明 因为明是见的根本 另外有一类的佛弟子 他可能只是以位道定 而得到见到 他开始还没有神通 没有宿命通这些的 他先得见到 而之后得见到以后 他再来修禅定 得到根本禅 除了三世禅 而生了这宿命通 这时候他也能够知道 极因缘力 通就变成了明 好 外人这边设一个问 若佛开始还在修菩萨道的时候 先得宿命志 而菩萨他已无所有处烦恼 后入圣道 为什么佛说出业得出名呢 就出业得宿命名 好 论主回答 这个时候银格来讲 还不叫得宿命名 银格来说那只是宿命通而已 若佛在众中 说我那个时候得到这个名 世众人员热明出业得 打一个比喻 比如说国王 当他还没做国王的时候 他生了一个小孩 他还没做国王的时候 就已经生小孩了 那之后他当国王了 那有人看遇到的时候 就问他说 那这国王的孩子什么时候生的 那答原王子某时生 这时候他刚生的时候 其实他还没当王 不过因为现在他是当国王 所以就称他的小孩 他还称为王子 王子什么什么时候生 佛也是如此 宿命至生 那个时候还不是名 顶多只能称为通 当后业的时候 知道集因缘 通才会变成名 所以这里所谓的名的定义 就是他能够知道业因缘 业因缘就是集地 极地 苦极灭到 苦是知道苦的果而已 但是苦的因 这些业因缘 主要是在极地 这边通达 所以总之这里都是在讲说 什么时候能够了知 极 能够了解业因缘的时候 才称为宿命名 后在众中所言我出业的时候得到宿命名 好 我们继续问 通是知道业的果报 名是知道业因缘 那到底什么是利呢 打约 佛用名能够知道几身跟众生 无量无边适中 宿命因缘所耕 就是宿命因缘 他又种种无量无边 种种的经过经历 就知道更彻底 种种细变之 这就称为利 以上是第八致利